我这次碰到大概三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是已经六十多岁以上的文革以前的 他们真的想尽办法再救中国 可是呢到下一代到他们当那个文革来的时候 把那个整个共产党都破坏掉 变成没有信仰了你知道 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老的人在跟我讲 就是说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有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没有信仰 他说就算你信共产党都比不信好 对不对 那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有信仰 变成什么只相信有没有钱 为了赚钱他可以卖黑心食物 我看中国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老一代的跟这个年轻一代 我们也如果想要救中国的话 还要加一把劲还要加一把劲 好的谢谢赵慧普先生 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刚才两位台湾的听众 台北的吕先生跟黄先生都分别提到了228事件了 那么我想请教武汉吴教授 因为马英九在他这个六四二十周年感言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台湾228转型正义的做法呢 包括了政府调查 认错 抱歉 建纪念碑 立法补偿 恢复名誉 设国定纪念日汉 降半旗的一系列的做法 可以给中共一个正面的参考价值跟意义 你怎么看 我觉得台湾在对228事件的确是做了这些动作 那么这些就是都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转型正义中的重要的这些事项环节 那么当然刚刚有黄先生讲说这是向选票去道歉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可贵 也就是说就即便是你心里面不想这么做 可是为了选票你也得这么做 那么这个才能展现社会公益的力量 那么当然也不止只有台湾这样做转型正义 在南非也有转型正义 那么在甚至于很多东欧的国家里面 在共产党接替之后也有这种转型正义的这种作为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那么当时在处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那些老一辈的人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中共新的领导人来讲 他可能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么当他们已经没有那种历史包袱的时候 他们如何去把这个事件做一个平反 做一个调查 然后对这个整个活动做一个历史的还原 我想这个都是有必要让化解自己内部的一些这个冲突跟矛盾 好的谢谢武汉武教授 我们继续来接近电话 想请台中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台中的张先生你好 请讲 当成暴动或是正义是过于简化 但是有人把它当然追求民主人权 我认为太过愚蠢 因为目前资料显示六四有美国介入 黄英计划 有党内斗争的因子 有暴动分子 甚至只是烧车 然后霸占公共设施 我们看二战之后 被侵略掠夺坏的国家 又内战 有政经改革有成功的例子是谁 就是台湾台湾今晚的两养时期 新加坡 还有中国大陆的邓小平 先经济拱物 大量的中产阶级 再作为基础 再进一步按步骤政经改革 才可能成功 我们事后诸葛去看 中共唯一的错误就是对六四处理太慢 应该更果断的平乱 我们六四事件看到 它造成中国大陆的减缓政经民主进步的速度 伤害是全取中国人民的长期的利益 我们王丹 我们其实中国台湾人民都非常同意他 可是这几年王丹在台湾 以台独结合又拿钱 搞类似文革的运动 其实中共看他起一点都不厌忘 时代的巨人在转 你过于沉溺过气 或是又唱出来中国的方式 我认为不五十 中国有岛吗 可是岛的反而是台湾太过民粹 台独造成我们全体人民受伤害 这是事实啊 谢谢 好的 谢谢台中的张先生 您的评论稍后 我会请两位来并一并回应 下面继续请山东的李先生 参与我们的讨论 山东的李先生你好 请简短大言 你好 专家好 我想说 那你说这个世界上 在别的国家 会不会也像中国这样 嗯 这个你说 就拿美国来说 说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是不是也会 不让别人说话 或者是 为了自己个人利益 是吧 就是 也实行 那个单面主义 好的 谢谢山东的李先生 谢谢您 下面继续请桃园的徐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桃园的徐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我先第一讲 90年我去中国大陆 我说 你们这89那个 这个天安门 他说 我亲戚说 这学生闹乱子 他们刚开始是赞成 这些学生的 因为他们是 因为最主要诉求是 他们反关倒啊 就是他们那个 一些权贵的子弟啊 像比如什么什么 习近平啊 那些什么 就现在好像是那个 就是那些人啊 掌握了非常多的 不法利益啊 什么东西的 他们反对这些关倒 但是呢 后来变乱着了 可能后面就加进了一些 什么见缝插阵的人 拿一些什么流氓 什么玩意了 以后他们就 就不赞成了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必须要跟大陆同胞讲 这个民主自由啊 还有什么人权啊 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啊 不能靠马英九啊 不 马英九 他不过这个总统啊 他当然要 要为台湾人民模糊里啊 干嘛去论 跟官长唱反调 这个不行的啊 好的 谢谢陶渊的徐先生发表 您个人的看法 下面继续请河北的赵先生 参与我们的节目 河北的赵先生您好 请讲 河北的赵先生 太人的我了 请讲 太人的我了 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喂 喂 你在身上了 请说赵先生 民主自由应该在台湾扎根 台湾不能走回头路 民主自由应该在台湾扎根 民主自由的台湾 不应该和中国这个封建 痞子打交道 我劝台湾 去中国话 别和中国这个封建 专制流氓痞子 好的 谢谢河北的赵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台北的肖先生 请尽量的简短发言 肖先生您好 请讲 肖先生 喂 喂 请说 喂 喂 肖先生在线上了 请讲 是 关于这个 中华民国的总统啊 马永久 对于这个流氏 战眼这个 这个事情 我是很担心 无家书的这个 这个学法 这个又谈了什么二二八十件 那么我是 我是感觉 二二八十件 好像都 领到赔赏的 还是提到的人 通通的都是 现在的台湾人 还是台湾的家属 怎么没有一个大陆人呢 我就很奇怪 当时我 这个二八十件 我也知道 也有外申人 死伤 是啊 我就是青少人 好的 谢谢台北的肖先生 很抱歉 得打断您 我们先让听众观众很多 时间也有限 不过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 感谢您 下面我想把时间交易 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是一来主持 接下来这一轮的讨论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刚刚听众朋友们 提到很多关于这个 马英九总统当选总统之前 跟当选总统之后呢 对于六四处理的一个态度 特别是 有些对于中共政权 不喜欢的人呢 就觉得说 马英九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 跟大陆采取和解的一个政策呢 对马英九感到失望 那么不过呢 也有 刚刚第一轮的时候 也有听众朋友说的 他认为两岸的和解 对于未来 两岸的这个进程 是有好处的 就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 想先请到在台北的 吴汉吴教授 您觉得这两种看法 您怎么来评述呢 我觉得我们过去 一直跟大陆 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 那么站在对立的立场 是不是让大陆 就做了改变了 或者是让台湾 获得好处了 好像都没有 那么现在如果把 两岸做了和解之后 那么在台湾 有一部分人说 一通就要统 就是以通促统 这是完全从大陆 统战的观念来看 但是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看 叫以通促变 也就是说通了之后 大陆有很多的人 到台湾来 看了台湾的一些 社会的生活方式 一些制度之后 它回去之后 会有若干的一些 思维跟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